它那種稍微帶有甜甜的醬油味道 然後再加上那個滿滿油蔥酥 然後咬下去之後 然後咬到那個豆芽菜 咔滋咔滋下來 哦 很爽 那麼大一碗才25塊 重點是這邊豬血湯更誇張 綜合的有沒有 就是以瓜蓮啊 大燈啊 小廠啊豬血湯 都有這樣 你猜一下多少錢 這只要40塊 台南吃貨市場 浩爸兄弟出起來 我是阿倩 好啦 我們又來到了重慧市場 結果我們上市的那個特企五間嘛 拍完之後呢 還有很多遺珠之汗 那這間呢 是我之前是看一個部落客 叫大阿姨 然後我就想說 哇 這有那麼厲害嗎 我就先來吃吃看寫過文章 欸 真的很厲害 然後這間 位於重慧市場的巷子裡面 然後這個阿倩呢 以前只有賣碗粿肉粽 就是擺那種小攤飯這樣子 然後之後還有這樣子延伸的東西 這間呢 以CP值高 美味又好吃 不會因為它便宜就隨便做 就位於我們重慧市場巷子裡面的 然後啊 這間島菜米喔 在市區最接近新穎口味 這也是它的價格 竟然在市區 可以停留在新穎的價格 我們大家去試試看 因為它的一碗豆菜麵 只要25塊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去試試看 這間好不好吃吧 Let's go 好 我們上桌啦 我跟你講這間啊是很多在地的挑戰吃 這間應該是我覺得市區最接近新穎口味 很多那種島菜米我覺得吃起來 沒辦法吃太多了 島菜米就是有點像比較寬版的兩面這樣 哦 對啦 就是要這樣啦 它那種稍微帶有甜甜的醬油味道 然後再加上那個滿滿油蔥酥 然後咬下去之後 然後咬到那個豆芽菜 咬吃咬吃起來 哦 很爽 那麼大一碗 才25塊 重點是這邊豬血湯更誇張 綜合的有沒有 就是瓜蓮啊 大湯啊 小腸啊 豬血湯 都有這樣 你猜一下多少錢 這只要40塊 超級誇張 更肉耶 它很多人 除了豬血湯 它的準則就是 味噌湯 它味噌湯超大一碗 味噌湯只要15塊 所以其實蠻多人喜歡點他們的那個 而且重點是這間啊 這豬血湯 有滴油泡 這整個香氣就是不一樣 然後它這邊很有人情味 就是你湯如果喝不夠 你是可以再去加的 像比如說 我們今天拍攝今天有沒有 超嫩 你就可以多喝一點就很難味 好吃 它的瓜蓮啊 不會讓你覺得很柴 然後香氣也很足 尤其我最喜歡吃瓜蓮的這邊 吃掉它的小腸 可以啊 我跟你講 看小孩的時候我喜歡這種類型 帶有一點腸子的味道 又不會覺得很臭的感覺 好吃 這樣一個set 早上來吃 只要65塊而已 四十七米是很高 好啦 我們把它吃一吃 再來錄個酒店吧 好 那我們吃完了 這間的口味啊 還是跟我記憶中一樣好吃 因為其實我們在外面吃那個 這個倒菜米有沒有 味道上就會稍嫌不足 然後會乾巴巴的 這間不會 吃起來非常的濕潤 而且它自己手炒過的油蔥酥有沒有 非常非常的迷人 然後它的醬油也是自己調 帶有一點甜口 這樣你吃起來不會那麼膩 旁邊的大姐也太興奮了吧 是因為看到我太帥嗎 然後它的豬血湯 也是很好吃 然後如果說你小吃煮一點 很多人就會點一個 碗粿一個衛生湯 衛生湯只要15塊 滿滿都是豆腐 非常推薦給大家 但是推薦大家要騎車來 因為這邊開車可能稍微的不方便 豆條 蛤 喔 不是豆條 白豆干啊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很多人啊 或是你 不像我們今天要吃很多間的話 欸 你要點白豆干 你的白豆干超好吃 因為我們今天真的要吃很多間 所以就沒有額外要點 碗粿啊 小菜啊 它的碗粿也非常好吃 用料非常實在 都是純米做的 好啦 最後啊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開小鈴鐺 還有什麼推薦的 島菜名挖粿還是豬血湯嗎 那底下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吧 下部影片下來 掰掰